气象局原本预估最快今天下午才会生成的台风八威 却突然在早上就宣布八点钟已经情城了 随后在十点半马上跟着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对于这样的落差 气象局局长郑敏鼎就说 这应该算是日本人超前部署 因为当时其实台风八威还没有达到台风的标准 但日本已经把它定义为台风了 所以也只能够配合 主要就是因为世界气象组织 委托日本成为北太平洋区域的气象中心 因此我国的气象局才会同步跟进 而今天一整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包括宜兰跟屏东的日累积雨量都超过150毫米 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上半天就会解除海景 即便下着大雨春伞还是要泡澡 宜兰朝夕旅客游行不减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周六阵线性降雨一波波报道 新北市下午风雨也明显增强 气象局原本预估今年第八号台风八威 周六下午到晚间才会生成 没想到早上九点四十分突然发布消息说 热地压已经在八点发展成为轻度台风 随后十点半发布海上警报 比预期快了半天让大家措手不及 气象局局长的证明点表示 其实八威一早还没有达到台风标准 但日本气象厅已经定义为台风 由于日本是世界气象组织委托的北太平洋区域气象中心 因此台湾只能跟日本同步定义为台风 其实它是朝着日本这个宫古岛附近在移动 海上的一个风起相对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日本气象厅它也很快地在今天上午 就发布了这个八威台风 这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 一泊泊的云气影响我们 只要一到我们的上头就容易给当地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虽然发布北上慢慢远离 对台湾的影响逐渐变小 但接下来西南风带来的雨势才要开始 8月25号26号那一段期间的一个天气反而会比 这两天的一个天气会更不稳定 周六东部南部雨势较大 宜兰屏东日雨量累计都突破150毫米 周日各地都有局部震雨发生机率 下周一开始随着台风北上 台湾受到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整天有雨 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震雨 下周三西南风再增强 雨区扩大到时候整个西半部雨会下整天 而东部也要小心午后雷震雨 天气变化大 民众得特别留意 这份报道 受到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高雄烟潮地区在下午下起大雨来了 时雨量高达40毫米 导致好多的道路都积起水 来 不带车辆抛锚 附近民众想回家 也只能够涉水通行 而另外同样在大社区 天空当中又是打雷 又是下起大雨 排水系统根本来不及宣泄 黄一巴就这样子不断地 往地势低洼处流 看着这样的积水 民众也非常无奈 大雨下个不停 导致道路积水 雨势来得又大又急 已经有轿车抛锚在路边 其他车辆则减速慢行 而有民众只能涉水通行 也寸步难行 你家在哪里啊 在前面而已 在前面而已 对 那你走不过去了 对 我很努力 受到八维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高雄燕潮区降下大雨 时雨量高达40毫米 也导致多处倒入积水 甚至有车辆抛锚 等到雨势稍稍停歇 才将车子推到地势较高处 而同样在大社区 也传出积水灾情 天空又是打雷 又是降下大雨 排水系统根本来不及宣泄 雨水侠带黄泥巴 不断往地势低洼处流 太厉害了 又A了 眼看马路旁已经有积水情形 民众语气讽刺又无奈 这这久了 跪了十多年 都每岛都这样 黄泥巴水淹进家中 附近店家等到水稍稍退了 一边善后清理也频频抱怨 10分钟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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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一肚子苦水 无语问苍天 只希望相关单位重视 台风外围环流 高雄降下间歇性雨势 提醒民众外出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 记得谢凯 中纪委 柯成浩 高雄报导 在墾定南湾 中午过后的风雨 也开始转强了 随着气象局发布的海上台风警报 水上活动业者 赶快把细水的游客带回岸边 那么海巡队家常暗季巡逻 另外屏东市区 也因为强降雨的关系 出现了积水情形 水深更是达到成人小腿度这么高 屏东东流线的交通船班 在今天则是没有受到影响 全天候照常行驶 肯定南湾风雨转强 海浪一波接一波来 水上摩托车几乎寸步难行 就怕游客玩水出意外 业者顶着大风浪 拼了命把游客带回岸边 受到台风8位外围环流影响 气象局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海巡队不敢大意 沿岸巡逻劝导 全面禁止游客下水 而同样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的 还有屏东市区 大雨滂沱接到淹城小溪流 排水沟大爆满 完全失去作用 不止马路淹水 屋内也成了小池塘 短短五分钟内 积水深达成人小腿高 屏东市区排水系统疑似堵塞 导致积水宣泄不及 民众抱怨连连 水沟两边都是满的 之前都大概只有 大概七分到八分吧 之前台风来 太大也是这样而已 另外屏东东流线船班 虽然正常行驶 但海上风浪明显转强 乘客惊叫连连 交通船乘风破浪 船身剧烈摇晃 高低起伏之大 宛如搭上海盗船 还有交通船 因为风浪太大 一度暂停在港内 只是海浪看似波涛汹涌 却并不影响船班行驶 现在外面的风力 大概是四级 大概浪高一公斤 航班目前都是正常在开的 只是说在航程上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尽管海上状况不佳 但业者研判并不影响安全 船班照常行驶 只是必须开慢点 而天气状况不理想 也交不息游客们玩心 记者苏世伟评论报导 除了中南部地区 华东地区 还有里岛 蓝宇跟绿岛 都掀起了长浪 甚至绿岛还接连发生了意外 不但有女游客 在柴口浮潜时溺水 当被抢救上岸时 更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后送回台东 才抢救回来 甚至还有三个潜水客 因为风浪太大而受困 差点没有力气游回岸边 一阵阵长浪伴随枪风 打在小坡块上越打越高 来与港口云层相当厚 半微台风来袭 东部离岛都在警戒范围 绿岛就有游客 抢在这时候跑到柴口去浮潜 结果不慎发生意外 游客被救上岸时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索性经过当地卫生所抢救后 生命增上稳定 紧急搭乘直升机后 送到台东救治 不止柴口 绿岛石浪也传出意外 三名潜水客因为风浪太大受困 没有力气游回岸边 海巡护报后紧急到场救援 幸好三人最后自行上岸 虚惊一场 东部沿海受台风外围环流 及地形影响 出现阵阵强风及间歇性大雨 长浪一波接一波 就怕安全有疑虑 花莲七星潭海巡人员吹哨 用扩音器发出警报声 拉射封锁线防止民众进入 花莲县政府开设紧急应变中心 划定花莲县海岸海港 及港部范围禁制区 要求细水游客不要下水玩 提醒旅客台风来袭期间 避免在岸边逗留及关浪 否则可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心台币五万元以上 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最严重还可能赔上生命安全 记者张远春 红卫财 刘林湘 台东花莲报道 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出国 民众通通通被闷坏了 加上现在七夕情人节就快到来 让不少航空公司纷纷推出了 七夕未出国包机 中华航空的浪漫七夕爱在华航活动 让乘客可以在高空当中享用下午茶 还有情人专属的免税商品折扣 新鱼航空则是推出了两个航班 还特别请来姻缘专家 也就是台北辖海城隍庙的月老 来平邻候机室 让民众可以纷纷求姻缘 还有乘客特地把握了这个特别的机会 直接就在停机坪上面向女朋友求婚 新鱼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为特地献身献上祝福 身穿成套帅气西装 在停机坪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 一句我愿意女友成了未婚妻 轻轻一吻幸福全显在脸上 而下一秒 扮成停机坪工作人员的 新鱼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从人群中走出来 献上祝福 现场民众欢声雷动 超级惊喜 因为有点瞎躁 求婚成功还和K董合照 这对家傲笑得何不拢嘴 而他们接下来还要参加 新鱼航空的比翼双飞 齐喜双鸡活动 赶在齐喜情人节前的周末 新鱼航空和中华航空 纷纷退出齐喜包机 都在22号起飞 华航的CI2099 60周年彩绘班机 象征爱你久久 新鱼航空的两个航班 也是有你爱我和我爱你的谐音 华航还送空中情人下午茶 商务仓冠洗包 同时享用面税品七七折的优惠 新鱼则是送上法国高级巧克力 和和干燥花束营造浪漫氛围 还特别请来台北狭海 城隍庙的月老 立临后集市 我觉得很好玩 对 然后又是七夕情人节 他生日就订给他 当生日礼物这样 非常感动 嫁对人了 好不容易抢到机票 和爱人来一场空中约会 航空公司加码加不停 让民众搭飞机 庆祝七夕情人节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记者林初强桃源报道 台北人的后花园 桃源市复兴山区 有水蜜桃有温泉 最近更有民众发现了 有一座神秘的水帘洞瀑布 这是近年来 因为人造蓝沙坝 意外形塑出来的绝美打卡景点 而特别的是 北恒20年来 看不到蝙蝠的蝙蝠洞 也因为富裕成功 重新成为蝙蝠栖息地 让桃源市政府相当振奋 积极把北恒 打造成为全台第14个 国家级的风景区 清澈的溪水 从高山上倾泻而下 就像是一片水帘 溪水拍打山地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眼前美景让人叹为观止 仿佛来到了仙境般 瀑布见起水花 三五好友相约打水仗 位于幽灵瀑布上游的野亨部落 近年来 因为人工蓝沙坝工程 意外创造出独特的美景 水帘洞瀑布远离沉销 竟有这一般的秘境 来自中原大学的马来西亚乔生 陈群来探秘 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瀑布吗 没有 马来西亚乔生还有加拿大旅游客 也来造访 暑假期间国旅正夯 从市区开车大约两个小时 不用门票就可以抵达北恒秘境 完全不输欧美哦 水帘洞瀑布之所以说是水帘洞 那因为瀑布下方正好有个小洞 潜水钻进去 由内往外看 人人都成了修行的山大王了 水帘洞一游回程途中 再带您感受一下武侠片中 动式修行的宝地蝙蝠洞 可贵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蝙蝠回来了 上面没有人去破坏 所以蝙蝠自然而然 它就慢慢会追寻回来了 事实上我们沿线有超过 十个以上的瀑布 沿途其实它的行走的路线 不会算很困难 为了打造秘境和生态多元旅游 桃园市政府官旅局 开发了十几条的北恒旅游路线 喜欢大自然的朋友 不妨来一趟山林之旅 记者林柱强 桃园报道